字幕提供 各位觀眾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Gene Hu 今天呢 試得比較久 其實都在忙一些泰國大陸化的事情 就這段時間有後 我們就開始錄一些有關系列 不管是頭牌 或者是探紙的一些特殊的風俗 一些故事之類的故事 需要大家更喜歡 醬頭故事 在今天的開始第一段呢 我們講我關醬頭故事 那這個醬頭呢 我們這個故事當中 以台灣的印象當中最有 當然就是城堡年齡 跟黃正宗之定的情史 城堡年齡 Moviespa Moviespa You ever listen 他在國書沒有聽過 How many years 10 years 10年以前的一個事情 我大概講一下這個故事 很簡單 他其實一開始就是 因為在2007月31號 港台一個有名的影迷星 叫做晴寶龍 那時候 在演藝圈 他出事之後 他有特別的外號 他就叫他是 網神女王 這可能應該有印象 那時候因為 可能就是 大家都認為他是特藥 然後帶了兒子 就留下他剛滿月的兒子 然後跳樓 自殺身亡 可是事後呢 就開始有人出來爆料 他的歸重力有爆料 那其實城堡年在自殺之前 才找過戴口的降頭師 那氣無所惡狼心 那當然這個狼心這個人是誰 原來就是不只能做黃正宗 因為黃正宗 當年有十二精采 包括小潘潘 他都是他旗下的甘爺之一 那時候就是 因為要爭寵吧 而且城堡年是真的喜歡黃正宗 所以就希望透過降頭數 來綁住黃正宗 那在泰國 那在泰國 在後來呢 當然 當然是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的過程當中 城堡年受不了這個打擊 就 就 跳樓 就一殺就身亡 那才 中間一連創的 黃正 然後到處做出一些怪異的行為 才引起大家的注意 那雖然有人說他是特藥 只是因為他有存在去找過降伯斯 所以很多人的另外的猜者都認為他是去 因為 請了小鬼 造成小鬼的凡事 那在泰國裡面呢 世面佛啦 白龍王啦 都 這些都視為 這個港台人心理 我們這些台灣人都深信物理 那尤其是這個 白龍王 他都勸人向善 有的人被求訴訟 他不一定等 他們就居心下降 或小鬼 這樣的事情 所以 就 就開來 開來很像這個 類似的 類似的 麗麟 你和誰都在這裡 不是 我沒有 很多人 有這些問題 我還說 在家裡 有些人不在乎 不在乎 你不在乎 然後去教師 教師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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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說 泰國是很 很普遍的行為 我跟鄰居發生爭辭 我不喜歡那個鄰居 我去找阿讚 然後做個法 下個降頭 去把我鄰居給修理一頓 這個真的在泰國 是很普遍的一種法 所以就像台灣 他可能就是我們講的 烏壇廟人 找人下咒 下咒 這種概念 你不在乎 對 他看過電影裡面講 很多電影就是說 出來從嘴巴裡會拉出頭髮 我也曾經聽過 從這個 就是被人家節奏之後 節降頭之後 就一直不斷地吐出 大量的熊子的事情 這真的很沒有人心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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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就是 小人 類似我們以前 電影裡面看到的 打小人 打小人 就是一個 不偶 然後在上面 一面施奏 一面紮針 達到這個 祈求人的這個願望 這種類型 你不在乎 針 眼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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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你跟中文一樣 扎這個小人的頭 小人就頭痛 你本人就頭痛 扎這個 身體 身體就不舒服 你的人的 初日 對 對 他也跟我們一樣 需要 用到 深層八字 指甲 指甲 頭髮 這些 血 這些東西之類的 你 有沒有 這個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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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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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他找人家 叫我愛上他 沒有 你 從第一段的故事裡面 我們當然知道 醬頭術是因為 這個無形的力量 讓大家更因此不可怕 那當然 但將頭私義有分很多跟好壞 那 在泰蘭的時候 泰蘭有很多師傅 做這個 將頭 但有很多師傅 但有很多師傅 如果你想做 你必須要爭取 很真實 怎麼可以知道 是真實 他剛剛講說 泰國很多師傅在做這個 但是很多都不是真實 我現在問他 他怎麼去分辨 在泰蘭 你可以看 如果師傅 或是真實 師傅 有很多師傅 會不會 很簡單一個方法 如果他在泰國國內 很多泰國人相信他 那他真的比比較高 因為 我聽說 如果他做這個 他沒有用 他會不會 可以 對 如果 如果 你去 走 但 你不能獲得任何 你 可以 把這個肌肉 拉你 他說 其實在泰國很簡單 你找一個師傅做吧 如果沒有達到連一點 一層兩層三層 這個機率都沒有達成他的目標的話 那這個人可以到其他去告這個法師 法師是會被抓的 所以 他的意思是說 要判斷誰是真的會下降的法師 很簡單 你就看泰國人 像不像是他 如果在泰國 他敢在泰國國內 因為 去做這樣的事情 基本上 那應該就是有效 因為如果沒有效 走就被警察 就被警察抓走了 這個 這個倒是很簡單的一個方法 所以 你 在泰國 你喜歡泰國的 如果沒有用 我們做這個文章 沒有用 然後 警察 警察 沒有 因為 因為他 給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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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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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所以 在這一點 他真的相信有降伏這個事 所以 如果 我找法師 找阿譚 找其他大師做這樣的事情的話 沒有效 我是可以去檢舉他 告出警察 告出警察 所以把這個法師 判斷 這一點 倒跟我們 我們國內 我們華人圈的概念到不同 不過這個倒是好啦 就是 間接的 讓那些 真的沒有法律的法師 不敢在國內亂來 要到國外來 這個 這個 偏偏外國不懂 其實剛剛 路小顧想的是 他們泰國 怎麼去分辨 其實就是 經驗法師吧 只要沒有被告 沒有被抓去關了 然後 大部分都認同他的 那這個法師 就是這裡 那 當然啦 你也有 降頭師也有分種類 那 既然有降頭師 也就有所謂的解降師 解降師 一般都是在廟裡 正統修持的和善不準 那 和下降師 就是下降頭的這個法師 解降師和下降頭的法師 解降師是 廟裡修持的和善 又身為龍佛 解降師呢 通常是以非一法師居多 白一法師 比較少方向下降頭 你會說誰會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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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 那師父 他有 白色的 黑色的 但這 那是 日本人會說 白色的 對 白色的 去掉软身 有哥 就是这个对ci官 有一个тов四的丑 他就做了些 건 他就是那个 他就逻死了 他就逻 ia 他就做了些事 他就逻死了 他就带他来讲 那个真儿 没有 这个真儿 不是他的是 的 不是 就是 sofort 是 dobrze 是 adopted 如果你可以做这个事情,你不能说一句话 你不能说一句话 你说一句话,不说一句话 如果你有什么话,你不能说一句话 如果你有一个话,你不能说一句话 有些師傅都說 但有很多故事 你不可以做更多的事 他是說其實在泰國裡面是有推移把事情 他們做的事情比較好 你給他只要錢 你給他還是不做的 那當然像前一個故事裡面的陳寶蓮 一定是做錯了什麼事或講的時候不該講的話 因為養小鬼是有禁忌的 你講了不該講的話 做了不該做的失去這 如果這個小鬼才會造成小鬼的反思 幫你死這樣 他還必須要孝順 Really? This is no good work Oh she can't move to something no good work Very bad work If you have a ghost in one hand with you You cannot say same 這很多人在泰國很重視的人說 如果你有請小鬼在那邊幫你 你絕對不能講那邊髒話不好 講了可能就會造成小鬼反思 那我相信當年陳寶蓮在恨的時候 你心裡就一直扭曲了嘛 他肯定會講一些不好的話 那當然 不好的法師 可以做這樣的法師 當然不要承擔業障 這當然就比較不OK 如果你要養小鬼 像陳寶蓮這樣 當然我們是完全不鼓勵也不建議 有非常多的機會 你只要犯了 就非常有機會遭受反思 你又沒有法力的情況下 那你真的是被修理的份 醬頭術基本分為 我們稱為 藥匠、非匠、鬼匠三種類型 藥匠是 將一切的 這個 醬頭法師必須學的 第一個步驟 他比較和我們的 苗匠所證取的放股 非常類似 都會讓人家精神錯亂 煙狂 肉體難 疼痛難忍 甚至死亡 當然在醬頭術裡面 會比較特殊的是一個叫做 非匠 非匠就是比藥匠還要高一級的法師 非弱匠和弱匠 弱匠、弱匠不同的是 在於非匠只要取得 身上任何 他身上任何東西 衣服、鞋子、襪子 身成八字 就可以透過和匠頭說話 拿給他東西 不知不覺死他中匠 不像藥匠還必須要讓 吃下很多東西 非匠就只要藉筋 有接觸過的東西 就可以 把這個隔空白 這個醬下到你身上 像剛剛 之前我們講過的 這個 突然這個 這個身體裡面 長很多區啊 有流連跑到身體裡面啊 這種概念 這些東西都是 你有沒有看過 人們 有看過 人們 說 非 耳 和 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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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這個嗎 看 看 你有沒有看到 我看到 他本人是非常相信這個東西的 好了那在馬來西亞地區也有醬頭師 專門養鬼我們身為的所謂鬼醬 養著小鬼呢可以幫忙就是剛剛之前講的故事 城堡年齊就是我們講的小鬼鬼醬 來幫他做事 能達成他要達成的願望 那因為來物以去無終嘛 那所以就 比較 大家認為效果也比公認的是比較快 所以你要通常會 這樣都是事先養小鬼 再讓步 給一般的普通人 若是經商的 他可能就是讓他生意興隆 事業一般公認 這個在泰國我們也常常聽到 某些生意人會養小鬼 這個事業 但是養小鬼 就像之前恐怖講的 我們就要有很多的機會 你要對父母孝順 你要有口德 你不能講髒話 這些東西你都要注意到 你才有 才有可能會避免被反刺 不要到時候 培了一夫人又折兵 得到的一時榮華富貴 其實都是至上富貴的那一頂 最後呢 我要講 如果你要到泰國 馬來西亞緬店 柬埔寨 這些東南亞 一區去旅行 你不要讓人家好像 這個生活水平不如你 就瞧不起人家 親自人家 做了一些不該有的 觸犯當地的一些競技的舉動 好像那個時候我去當若婚那邊 我不管看到誰 一定笑 一定點頭 一定死 這樣 Sawadika 所以一直不斷地問好了 就是你哪知道當地人 誰要是會對你心懷願 跟你把你嚇一跳 一定要 我們還是要講 比多人不怪 比多人不怪 然後 也不要在那邊當富心漢 沒有是不是 教了那邊的女朋友 把人家拋棄了 那當然就有可能 有可能會被嚇降 You have anything to say to me? You have use junk to me? OK No OK I believe you I want to say If people want you something who can buy me 我 跟他們 我可以去看 他說如果真的你有什麼 當然不要太糟糕的事情 如果一般的小事啊 有需要幫忙 小布可以幫你們介紹 他們那邊真的比較有名氣的一些法師 來幫助各位 如果真的有這個需要 但是我們基本上不幫忙找小鬼 這個東西我自己都怕 不擔憐 I can check in who people are real or not real 他可以幫忙各位去看一看 當地打拼這個事物在當地有沒有武器 還是只單純在國外處理騙人家錢 騙人家錢的這種法師 偶爾 你只能在網路上看 還是真的像他們要找他們 真的泰國的人去當地 透過人脈去當地打拼這個人 在當地有沒有武器 因為剛剛前面有講過 真的 好的法師 靈驗的法師 在當泰國當地一定是有名的 如果當地人都不知道他 那肯定這個人就是有問題 很簡單的變得方法 這個節目到這邊很高興大家的收看 也歡迎各位如果喜歡的話 點擊點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好不好給我們一個刺激 和鼓勵 感謝各位 謝謝